乌克兰的总统也承认 在钢厂的乌军的撤军行动已经完成 现在很明显俄军的重点已经转移了方向了 立体看世界 底线想问题 大家好 我是李伟 美国总统拜登到了韩国 他前脚到韩国 后脚美国右派一架飞机追过来 追他干什么 追他签字 美国不是一直要给乌克兰提供四百亿美元的援助款吗 众议院通过了 那么参议院这块一开始共和党折腾了一下 但是折腾的没挡住 人家还是通过了 通过呢 这个拜登已经走了 他要去韩国 他到韩国干什么呢 他去搞拉帮接派 拉这个韩国 拉日本 要搞一个所谓的硬台经济框架 目标是瞄准中国 所以你看这个拜登一到韩国的第一件事 去参观韩国著名的半导体公司 因为他认为只有半导体和高科技卡住中国的脖子 哎 中国就玩不着 这是他的想法了 另外呢 你看见没有 拜登的全球战略是这么玩的 欧洲让他继续乱 那么亚洲让他准备乱 然后美洲要听我的话 非洲不理睬他 饿死多少人跟他没关系 这是很明显的拜登本届政府的三大战略 就是你看欧洲已经乱签那样了 现在他要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 乌克兰这个马里乌普尔的钢场的这个战事呢 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么前一段数这个俘虏的人数呢 一直数不清 现在数清楚了 俄罗斯国防部最新通告呢 现在这个从16号开始 钢场出来的投降人数呢 是2400多人 那么这个钢场里面总共是长的手军呢 大约是2600人 那么还有200人哪去呢 还有200人呢 是俄罗斯前方的记者说呢 在这个兵库里还有200多具尸体 而且据说呢 这些尸体主要是这个亚树营的 而一般的乌军的尸体呢 都乱扔的了 就没有放在冰箱里 这是这个有关的消息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乌克兰现在忙什么呢 乌克兰现在忙着 正在跟欧盟谈判 谈什么判呢 希望这个公路能通 因为海路不通 东面不通 他的东西往哪用呢 没地方越 所以只能走欧洲 欧盟路 能够把他的一些出口的粮食 这些运出去 那么而且这个关于 马里乌普尔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乌克兰的总统也承认 在钢厂的乌军的撤军行动 已经完成 所以外面外界还猜疑 说下面还藏了几百人 现在我看就是有 也没有几百人了 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 那么大的地下长城 但是整体上呢 已经告一段落了 现在很明显 俄军的重点呢 已经转移了方向了 进入其他地区 完成他所谓的 二阶段的军事行动 整个军事行动呢 很明显是有利于俄罗斯的 当然在美国四百亿美元 来了以后 能不能有改变呢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刚才我讲了 美国的战略就是 欧洲人他继续乱下去 能耗多久耗多久 耗得越长 乱得越厉害 他们越听我美国的话 那亚洲不乱怎么办呢 这我拜登不是来了吗 我也没钱的吗 先从韩国下手 搞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 我们讲过 就是这个印是I 这个太是P Pacific太平洋 经济是Economic E 然后是框架是F Free F 所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最积极的是日本 现在也有韩国 谁挑头呢 美国挑头 那还有谁呢 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也要参加 注意还有一个国家 也表现出强烈的 积极性 新加坡 目前美国点到名的 和对方表示感兴趣的 就这么几个国家 这里面只有李显龙 站出来做了一下解释 我们就是搞经济 我们不搞其他东西 言外之意就是别跟中国冲突 我的好多利益在中国呢 那么韩国也表示这个事 不排除中国 那意思就是 难道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将来要吸收中国参加吗 其实美国的商务代表说的很清楚 我们就是为了排挤中国 我们要去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 我们去不掉怎么办呢 我们新搞一个框架 然后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我们不包括中国 这是他的商务代表说的很清楚 包括他那个耶伦老太太财长 也说了我们必须欧洲团结起来 第一步对付俄罗斯 第二步对付中国 我老说啊 任何政治家的忽悠的事情 大家在分析这个形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看资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因为军队没用 军队是听政治家的 政治家让他打他就打 不管对于错他都在打 顶多是打不过说不打了 像这个亚述人说 我们打不过了 我们得投降 那没办法 那哲雷斯就是好吧 那我批你投降 批准你投降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 军人是不反对政治的 政治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那么我们要看谁跟政治家不一样呢 我们要看经济是不是跟政治家 想法不一样 那么最简单的经济 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资本的走向 我这里有一个表 给大家看看 非常有意思 他把这个五月份啊 整个全球的主要股市 的走势 给大家看一下 排在最前面 就是股市涨得最厉害的是谁呢 是俄罗斯的股票 但是俄罗斯的股市呢 它的市盈率又是最低 就是那个P值最低 什么叫市盈率 市盈率就是说 你这个 一个企业为例啊 你这个企业一年挣多少钱 然后市盈率就是这个利润的倍数 比方说 如果是市盈率是四 就是说这个企业呢 它的利润假如是一百万的话呢 它的市盈率就是四百万 就是四倍啊 市盈率 所以市盈率越小 就意味着这个股价呢 估的值呢是越低 所以呢 俄罗斯的市值估的很低 所以它的增长是最快 它目前的这个股市增长是全球最高的 排在俄罗斯后面的几个 市盈率比较高一点 但全是中国的 不管是深圳啊 上海啊 科技创新啊 全是中国的 而且全是正增长 看见没有啊 这就战争带来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股市呢 都在讲 就全球的资本 看好俄罗斯的未来和中国 最后股市就是投资未来 不是投资眼下 你看这张表最底下的是谁 最底下的是美国 美国什么都是低 都是负增长 它不是正增长 它是负增长 它的股市是负增长 而且它市盈率呢 也非常高 但是跟我们中国比呢 也是差不多的 中国的市盈率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市盈率高呢 就是说你的股价呢 估的稍微高了点 应该再低点的 就更安全一些 市盈率高的股票呢 就是安全性差一点 但是呢 这就全球资本 对俄罗斯 中国和美国的投票 所以资本的投票 是我最相信的 因为资本都是资本家 自己拿出钱来 去赌未来的时候 更多的人呢 愿意把未来放在中国 而不是放在美国 有趣的是一个 转折点的国家是谁呢 是日本 日本正好是 由正数向负数 转折的这个点上 它是在这个 发达工业国里面呢 相对经济表现比较好 不过这回 日本也表态了 今年的广岛纪念原子弹 这个轰炸的活动 不邀请俄罗斯参加 但是邀请美国参加 所以日本呢 很有意思 谁给它扔原子弹 它就邀请谁 参加这种纪念活动 谢谢您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说明